��G Sheet 是無所屬於為婆婆剪髮的女士 並非一位專業的理髮師 而是一名南丸島的一名外籍義工 最近,她從社區異展培訓中 學習到剪髮技巧 上門幫助南媽島上行動不變的長者剪頭髮 我喜歡花獨自的時間 做出社群的事情 我感到很開心 幫助人們 即使是一個小的事情 只要讓他們開心 因此我加入了 她和婆婆之間並沒有太多言語 大心同心的交流 似乎已經超越了語言障礙 通過細緻的雙手和溫暖的笑容傳遞 義工時常來和我轉頭髮 有時候在下面轉 現在腳不方便 下樓梯不方便 展得好不好 好 Yudia想要服務社區的心 源自她對島上倫理情的回饋 I arrived here in 2011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just wanted to see outside I felt like I'm in my hometown because my hometown is Kalimpong It's a hilly station area A hilly town And here my house is in the middle of like the hills It's nice here all the people, neighbor is nice If we don't know by name each other also Nobody stop saying hi and good morning to everyone Very friendly people around here 南馬島位於香港島的西南面 是一座遠離城市繁囂的漁川小島 不同於香港其他社區 這裡聚居了很多不同國籍的居民 小島的基礎設施也不夠完備 很多時候要靠居民互助 怎樣跨越語言的障礙去融合居民 是南馬島社區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我們的計劃名叫做 重新出發容易旅程 融就是怎樣融合了 我們的島上居民的強項 以制義工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發掘一些不同的潛能 可以等其他的義工學得到 當然就是服務社區 計劃運用了時間銀行的概念 賭文可以通過做義工 利用零碎的時間幫助其他人 以付出時間來換取時分的形式 可用來換取自己需要的服務 而Youdia的展法技能 就是用時分兌換的 本身南馬島是有一間法郎 但一間法郎都已經結束了 大家如果真的要展法 就要去到香港仔或中環 但對於一些老人家來說 他們是不太方便去那麼遠的地方 我們有上面一個圖案人士 我以前是在展法學校裏面教展法 我們都邀請了他們 會不會是就住居民的需要 幫忙去開班去教展合法呢 Youdia其實他們的社群很特別 就是很多時候南馬島上面 因為有不同國籍的人士 包括了一些姐姐的 他們在他們的國家裏面 其實可能已經有很多技能帶了過來 同樣地他們的人士會比較多 我們希望就是他們的力量 看看能否有些社群裏面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貢健 以及就是叫做建立大家的社區關係 Youdia最初主要參與長者的探訪工作 亦都會幫助有需要的家長托兒 協助中心整理物資等 參與義工服務 令它更加融入南馬島社區 有些人會認識我 說你來這裡 或是你來這裡 你來這裡做活動 那裡會有一點影響 南馬島上面的居民 他們需要每個人都很不同 對於外地人士來說 他們最大的需求就是 如何可以令到他們自己 更加快融入這個環境裏面 因為始終這裡的語言 多數都是廣東話 他們未必懂廣東話的時候 在這裡生活就會遇到 不同的挑戰和障礙 我們希望就是大家透過 義工這個活動 或者這個服務 可以建立不同的社群 令到他們覺得 語言不是一個最大的障礙 還有就是大家都有能力進行貢獻 我仍然有些領域 我可以改變 那些領域 我可能會改變 那些領域 我可能會改變 那些領域 我可以改變 那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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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 那些領域 他們也參加 你看到社區 其實是因為大家擺脫了 年齡 背景 文化的限制 會融合得更加快 那些領域 你喜歡的生活 在南馬海岸嗎 是的 我可以 我可以